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這邊有一個最先的人士 就是民進黨的中常會 在剛剛開會的結果出爐 有跟外界如同外界所預測 就是這次連任成功的高雄市長陳其邁 是擔任代理黨主席 那麼桃園市長鄭文燦 是擔任大選檢討小組的召集人 那這部分是民進黨 剛剛中常會的最新結果 那繼續回到我們剛剛所討論到的話題 就是基隆市這個GOGO的政策 這部分我們要請教一下 這個蘇培議員 除了這個GOGO的政策跳票之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政策也會跳票呢 我覺得謝國良真的是 讓我們知道什麼叫做 選前的牛肉然後選後就跳票 這種政策開了完全沒有 這整個政府的預算的概念 剛剛大家講的這個GOGO的部分 其實四五年五萬部要花二十五億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這一個 謝國良在選前的時候告訴大家 確診的朋友你辛苦了 小愛爸爸了解你的感受 所以謝國良首創 全國首創染疫慰問金要發一萬元 而且保留PCR的確診證明書跟相關醫療證明 兩年內都可以申請喔 我跟大家報告 你知道光這一條證件 現在謝國良就要花多少錢嗎 我給大家看一下 從二零二零年到二零二二年 基隆市的確診已經來到了十五萬三百多人 將近四百 十五萬兩千四百多人 所以光這一筆預算呢 如果我們真的要花 真的要發出去 每一個確診人一萬塊的慰問金 基隆市要花十五億 十五億喔 剛剛大家已經講了喔 基隆市的這個社福預算 一年才三億 第十五億你要哪裡買 你難道一上任就要追加嗎 那謝國良小愛爸爸你到底這一筆慰問金要不要發 發不發 如果要發怎麼發 你錢從哪裡來 明年的預算都已經編列好 也經過議會的審查都通過了 你是不是上任之後馬上追加預算 我覺得這個是事情再次凸顯 選前就是騙票 然後選後就跳票 小愛爸爸要負責啊 好確實喔 這個部分我要請主席來幫我們補充一下 你怎麼看這個謝國良 還沒上任就接連跳票了 這個事情喔 其實來行人一看就知道 選前就是在騙票 你給你看看 以前大家都說出來嘛 選後一定跳票 騙票再來就跳票 然後呢 現在大家變成一個話題 變成很報效 大家都拿這個來小研 不過我可以解奪 因為他們家是好的人 我是建議 對啊 他們家幾十億 自己出來拿出來開啊 不過我要把話講回來 其實選舉騙票 有一個很大的 這四黨都有在騙 我不是只有公平運動 哪一件你知道嗎 最大最大的一件事 就是這次修憲的那個 十八歲的條文 嗯哼 我其實我這件事說十七年了 我從2005年那個阿扁把他說 這個這個多好 世界最高的門檻的修憲門檻 我說十七年 我說這如果這一次 我們這次是第一次修憲公投喔 第一次喔 我就想你怎麼可能 立法院四分之三提案 這次都有啊 這個就是四... 裡面四黨 國民黨 民進黨 跟那個民眾黨 全員通過 跟時代量通通要贊成 有嗎有贊成啊 投就過嗎 絕對不會過嘛 喔 要九百五十萬票才可以修憲啦 結果你看投出來笑不笑死人 一個贊成的三百五十萬票 還有反對的三百萬票 這個表示什麼 這個很大的警訊耶 我要老實說喔 這件事陳水扁啦 是台灣立死的罪人 這是很嚴重的指控 但是你仔細想想 台灣中处也沒辦法修憲啦 因為那麼高的門檻 任何修憲都不可能 台灣就被 你這個制度再惡劣 你都會被他綁死 都會叫白痴喔 這次打給我們看 我以前你說沒人要信 這個公投怎麼會過 門檻太高了嘛 你沒去 他買你也說出來投的人的 譬如說那個五分之三 出來投的 他不是說 現在是選民總額的過半 這個是永遠不會過 所以台灣的修憲案已經死了 這也是個騙局啊 所以不要只一直笑說 謝國良在同片 包括國來的四大棟 兩大棟 兩小棟 都在同片 以後這個地方 投後都沒人有應付 十八歲這是最容易過的 修憲案都過不了 你看以後哪個制度 都可以改得掉 我希望有節目會好好的討論這個 這實在太荒謬了 這也是另外一個詐騙 劉主席 我覺得你這樣控訴民進黨 我必須要說一下 我第二個部分 你說我們詐騙嗎 第二個部分沒有說只有民進黨詐騙 我說四個黨都是詐騙嘛 我們沒有辦法 你就明明知道怎麼不會過 好 我們先先回歸到 我們先回歸到這個基隆市的部分 最後我們要請教一下指責來幫我們補充一下 你怎麼看謝國良他怎麼樣來落實接下來這個 包括確診補助 包括哥哥倫 你怎麼看 剛才大家一直指控謝國良跳票 謝國良都還沒上任怎麼跳票 這個邏輯上要先釐清 所以他會實現嗎 所以他會實現嗎 他要努力實現 我有信心他會實現 因為如果你不實現 下一次市民就不會投給你了 那15億哪裡來 他要自己 他要當市長他要想辦法 好 那我先講議會的部分 剛剛劉思芳委員特別講說 那議會現在民進黨增加好幾席 未來搞不好不過 我希望大家共襄盛舉 如果到時候是錢卡在議會 我覺得這樣比較可惜 搞不好市民也很大的反彈 說我們市長要發這個錢 要幫忙買電動機車 結果市議會不給 我覺得這個到時候 看是怎麼政治工法 那排擠社福的預算呢 當然不能可以排擠 排擠也會被罵對不對 那怎麼開拓裁員 這是市長要去想辦法的 那我要講 就是說他這個政策 第一個不是只有哥哥羅 就是讓哥哥羅占便宜 因為他講的是電動車 有好幾個品牌 只不過大家因為印象中 哥哥羅想看 不是啦 是因為哥哥羅 是因為他把它寫在帆布上面 是 是啦 是謝國良寫的 是 但是他在他站在自己的臉書上面 是寫電動機車啦 他還講了好幾個牌子 那他臉書上 就是便宜 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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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討論 我只是說大家不要失去 那個失焦都一直在 Focus在那品牌啦 第二個就是他在一開始講 就有設定這些條件了 我還特地去翻他當時的臉書 確實他講了說公益 他是公益結合環保 換言之這兩個條件要具足 還有涉及三年 然後什麼是優先給你電動機車呢 是你要有舊換新 這個版社要太舊換新優先 連續做五年 我看他當時是寫 每年要做滿公益四小時 那五年是什麼時候開始寫上去 確實的這個要可能要查 但是至少他當時就有講 他是就是你每年要做公益 然後呢可以得到這個機車 那他的用意是說 現在有18 在基隆市有18萬台機車 可是呢是電動機車只佔2600台 那這個就是說 大家知道這個電動機車是趨勢嘛 那他也幫助這些年輕人 因為你要就業 你騎得多壞 辛苦 然後呢結合這個環保公益等等 那我要這麼說 政治人物他要選舉 你要當一個市長在選前 你說開支票也好 端出牛肉也好 那你選後你就一定要去落實 這不關乎藍綠 民進黨也提了很多支票 那個首都圈1200塊 那個叫什麼 那個月票也是啊 那我就說既然要提出來 你選後就要 人一位溫金會發嗎 好啦 人一位溫金會發嗎 最後我講這個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謝國良市長 他做一個負責任事 他就要做 那現在的狀況是 他都還沒上任 你就要指控他說跳票 我不知道怎麼跳 不做怎麼跳 那確實那從預算編列來看 四年他要四年編15億 是從113年 因為明年預算已經先通過了 所以接下來就看 他要去籌措財源 他要想辦法 他覺得市民要給他多久時間 你覺得市民要給他多久時間 市民 他這一任只有四年 所以他這四年 他一定要逐步去落實 那乃伊的部分他當時